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彼此 翔哥本来在和兄弟们聊天 突然意识到赫尔在身边睡觉 立马停止 一直保持着一个坐姿 害怕会吵醒他 直到赫尔醒了 才坐起来继续聊天 翔哥手里拿了一个很烫的碗 何必拿了一个很烫的碗 赫尔碰了一下 被烫到缩手 但下一秒还是会继续伸手 帮他拿着 他们对彼此的体贴 真的从来都没有变过 小狮子就是要把他的兔兔圈到身边 你就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赫尔跟侯像一起去鬼屋 赫尔明明下的声音都在发动 但只要身后站着好香 他也能大着胆子喊道 别过来啊 小时候接受采访时收到 可他和好香一起睡觉时 好香问他需不需要关灯 赫尔大声答道 只要身边有你 我就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 心空下你的样子 你的脸和名字 变成了一个清晰的影子 早已经写在了 我心里最深处的位置 二年号想表达爱意时 爱念妈妈 嗯 爱念 爱念妈妈 所以 天空的声音 一滴滴清晰 你的呼吸 相遇 低深入我的爱里 只希望 雨能下不停 这世界 人海里 从不能和你相遇 却也 不能一生 相续 还别离 我再次能相遇 必不再寻寻觅觅